公寓一樓火勢悶燒濃煙 不斷灌出 消防員持續不水線灌救 只為這浴巾的屋主逃出後 一臉驚恐 因為除了他跟女兒獲救之外 他的太太跟十二歲的兒子 都還受困在火場 狀況不明 這是情指中心接到一通電話 我兒子我抱著 我們不能呼吸了 你門有沒有關起來 我剛才看了兩次 我剛才在後面的照顧 十萬火急情況下 消防員外頭救火排煙 裡面用電話遙控母子避難 以免安撫受困的母親 所幸最後順利獲救 兩人因為有吸入農煙嗆傷 不過都沒有生命危險 瞭解是後面的廚房 廚房燃燒 是藍屋主在主持東西 在線上指導他做避難 那我們請他挑選 就是離火場最遠的一個房間 並把房門關上 打開對外窗 並告知我們他的所在位置 老爸早起做愛心早餐 卻不慎燒了房子 及時指引救援 加上火勢迅速撲滅 家沒了一家人還能團聚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接著黃一俊 陳志根 新輩也是報導